这是我香港一个客户 他曾经就是跟那个 那个你家做过事情 所以还蛮会认识很多人脉 那认识很多人脉 他就有一天突然间认识一个 四川的商人 就带他到他的那个大楼里面去 他的一楼 就是只是一个招待 一贵宾招待室 二楼 三楼 四楼 都是珠宝 名牌 名牌包 衣服 全部整室 你想人开店不是要开在楼下吗 你怎么开在楼上 那是给谁去的 对不起 普通人他不要 他是给高干的太太 他们来参观 然后要哪一件 中间会有其他的商人 为了要打通这个 所以他这个卖场 不是卖给普通人 他是你要拜托这一个官员 什么事 那好他来这里看一看 因为他们官员就是等于来看一看 他就知道你要哪一件的嘛 你要哪一件珠宝 他刚开始的时候就等于从香港去 就是他叫他说你要不要 就是大家一起来合作 你从香港比较方便 有这些东西你就进这些东西给我 然后就这样进来进去 那越左越滚越大 那个人就是投资 说将来薄熙来可能会变成 因为那个 他说薄熙来相信 只要有水就可以当老大 毛泽东有水嘛 泽 对不对 那江浙平也有泽嘛 胡锦涛也有三天水嘛 所以那个时候他们就大量的 就是等于 禁了他很多东西 他倒霉了 因为薄熙来 被这个习近平打下来了嘛 所以那个家伙就趁这样子 就不付钱给他了 然后就一个月一个月脱 脱了六个月以后 换我在香港的客户 在香港所有的房子 因为你还是有成本嘛 房子 别墅 然后所有东西 通通拿去陪人家 这最后呢 落得现在呢只在卖小吃 在香港开个小吃 不过香港总是有一个 可以养自己的嘛 我去看了还蛮可怜 就是以前的很大的公司 然后后来去卖小吃 因为中间我有跟他讲 我说这种形态你很危险 因为如果你 这个很像在赌 在赌东西 对不对 你做生意如果只是因为 跟当时的政治人物挂在一起 是有风险的 所以他也倒霉 就是回去开个 不过对某一些大的珠宝公司 他调得到很顶级的货的珠宝公司 卖给中国太太的 其实都是拿现金来付耶 他很多就是以前赚到的钱 就跟李嘉诚他们学会做生意 他就先付钱了嘛 那他不够的时候被打的时候 家里就把那个 别墅卖掉啊 自己的戏软卖掉啊